眼控對焦這個功能我覺得蠻酷的 但是到底實不實用 真的是要拿出去拍攝才知道 因為我在現場就是 那眼控對焦雖然真的很酷 就是你看前景它就對前景 你看背景對焦點就飛到背景 就是一個對焦點不用在那裡守在那裡繼續滑 你眼睛看到哪對焦點就飛到哪 雖然是蠻快的啦 但是你應該也是要習慣一下 因為你看一下前景對一下焦 那你可能看一下背景 那對焦點就飛到背景 就是你可能要先看好你要拍攝的東西 按的然後它就是追蹤你要拍攝的東西 你再去看一下周圍的構圖 就是你變成你要分兩個步驟 就是習慣這個問題啦 就是如果你要拍攝一些 真的是高速移動啊 可能是瞬間那種一兩秒鐘之內 要切換快速切換對焦點 從最... 那眼控對焦我是覺得 嗯...還蠻酷炫的東西 但是到底實不實用 真的是要拿出去 就是...嗯... 那眼控對焦我... 眼控對焦到底... 眼控對焦聽起來是很酷 那用起來也是很酷 就是你的眼睛看到哪對焦點就會飛到那裡 所以你看著前景對焦點就會在前景 你看背景對焦點就會飛到背景 然後重點是你如果有東西的話 它會持續追蹤那個東西 那我是覺得正常使用的話 嗯...我是不覺得它會非常非常使用啦 除非你現在真的是拍攝那種高速 真的是超高速移動的東西 可能你瞬間拍攝就只有一兩秒的拍攝時間那種 所以你可能那個物體你想要讓它構圖可能在左邊 但是你在那一兩秒之內 你想要改變構圖 變成它想要再構圖 構在右邊的話 那眼控對焦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就是你不用像是R5啊 或是其他Canon的相機用螢幕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螢幕的切換對焦點 那個應該是Canon我覺得最棒的切換對焦點的東西 但是眼控對焦真的是 你可以節省那種滑動的時間 然後就是你可以自己讓它選擇對焦點 你眼睛看到那裡就是像是高速移動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會頗好用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慢慢拍攝啊 我覺得你在後面調整那個螢幕 觸控螢幕像是R5、R6那種 螢幕托移去調整對焦點 那個會比較好用 就不同的使用情境啦 就是看你如何使用相機啦 所以這個眼控對焦我覺得它比較偏向於一個非常非常小的 一個攝影族群會使用到的功能 你平常用可能就是哇塞好酷 然後你拍一個禮拜之後你就會把它關掉的功能 因為你還是 就是它還是會有一點誤差 所以你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它會幫你選到你真的想要的對焦點 像是你拍攝一些鏡物啊 你就是稍微擦一點點就會擦很多的東西啊 所以眼控對焦我覺得 所以眼控對焦我覺得就是它是 所以眼控對焦我覺得它只適合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拍攝的攝影師族群 就變成你真的是可能平常人用一個禮拜 你就會把那個眼控對焦關掉 變成用回原本的手動這種調整對焦點 可能會比較準確啊 因為你就是它還是會有誤差 你沒有辦法說 你對 你想要對這裡 但是它就是稍微就是對到這裡 它就自動選擇嘛 你沒有辦法 真的是完全 你想要對到哪裡 它就完全百分之百對到那裡 就是它眼睛我不知道它怎麼偵測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誤差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直拍的時候 就是直拍握著旁邊的把手 直拍的時候 那眼控對焦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我因為時間比較緊迫 所以沒有調整好之類的 因為它的直拍的時候 眼控對焦完全就是一個失靈的狀態 不是失靈 就是一個誤差值超大 我看著中間 結果它的對焦給我對到角角去 我不知道這個